各位同学,方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海上出击船船的这一部方面。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陆战队学校的同学们他们上课的实际的情形。 今天我们是特别要向各位介绍陆战队学校。 那么现在是在陆战队学校的沙盘推演教室里面。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位教官正在向同学们讲解沙盘推演教室的情形。 现在我想来打扰一下教官。 教官对不起,打扰您。 那么我们今天特别向观众介绍陆战队学校。 那么首先您把沙盘推演教室给我们观众做个介绍,好不好? 好的,这是一个两栖战术的沙盘。 我们利用这个沙盘来介绍所有的有关两栖战术的技术的运用。 那么这个沙盘可以说是包括了海上部分以及路上部分。 那么学者可以在这上面根据他所有的心得来实际地利用符号与军队符号与冰棋符号来推演各种的战术的构想。 那么教官可以利用这个构想来讨论。 这个沙盘推演教室最主要的目的是不是就是告诉学员将来在两栖作战的时候怎么传谈,怎么样登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是的,我们也包括了传传的如何向岸上登陆。 同时我们也包括了如何在岸上能够实施作战来获得这个战斗的胜利。 同学们对这种沙盘推演是不是非常感到兴趣? 是的,因为他可以实际地夹养他自己是指挥官或者是参谋,能够实际地来这上面作业。 所以他又非常地有心地,自然也就非常地有兴趣。 据我们了解读战的学校分好几班,有指探班,高级班,初级班,那么像这种课程是不是每一个班都有? 这种的课程呢,我们可以根据各班各阶层的不同,因为我们的沙盘是活动性,可以推演较大阶层的部队,同时也可以推演小型的部队,所以各阶层都能使用。 那么通常一个星期有几堂这样的课? 而我们这个教师设计的构想上是希望各班队都能使用。 所以那么差不多一星期我们使用这个沙盘教师三天到两天时间不等,可是我们的对象是不同的。 对,教官您教这个课一定非常地辛苦,我们也谢谢您接受我们访问。 谢谢,谢谢您啊。 继续讲课,对不起。 各位,我们现在来干门表演的泰拳,正巧呢,今天陆军参谋大学的校长,蒋校长,率领着大学专设班第一期的学员到陆战队士官学校来参观。 那么陆战队士官学校的张校长以及陆战队的袁司令,那么通通在这个地方参观陆战队士官学校的学员,他们表演的泰拳。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现在学员们呢,他们拿着木板,中间这有一位同学呢,用手把木板打破。 他们打的时候呢,发出了雄伟的声音,那么然后他们在旧原地坐下。 同样的呢,他们也表演用空手来积砖。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有八块砖呢,垫在地上,然后有一位同学呢,他用空手把这个砖一起打破。 这也是学员们在学校里面搜寻的一个项目。 我们想到陆战队的学校里面分陆战队学校和陆战队士官学校。 陆战队士官学校的学员呢,他们是招收初中的学生。 好,现在他们在砖上面再垫一块布,然后用拳头把它打碎。 好,现在这八块砖呢,统统碎了,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同样的,那边一位同学也把砖打碎了。 这是学员们练习他们自己身体和自己防御自己的一种复生的。 现在得到这个参观的学员们的热烈的鼓掌,在参观的学员里面呢,有约旦在我国参谋大学受训的军官。 接着,同学们又表演另外一项这个跆拳的项目。 在泰拳里面呢,有很多的项目,包括叫做四周攻防,三部队练,联合基本练习,跳侧踢,手刀击破,自由队练,以及正拳击破,护身术,以及五方击破等等精彩的节目。 现在是学员们表演,飞过六个同学,然后再打破一块弓弯,把弓弹打破了。 陆战队的设计队,表演他们的枪法。 现在,他接着表演,枪面向下的设计。 一楼目标。 表演夸下设计。 陆战队的设计队,真是像神枪一手一样,百发百中。 现在他表演枪面向左设计气球。 同样的,内容目标。 现在他反显用镜子瞄准设计。 这位投赏点了四个气球,然后。